大家好,欢迎来到小诺厨房 我是小诺 今天给大家分享凉拌黄瓜好吃的做法 做法简单,味道不比饭店的差 一起看看我是怎么做的吧 早晨赶集的时候买了两斤黄瓜 很鲜鲜,上面还带着刺儿,带着花 我们先把黄瓜给它清洗一下 黄瓜看似干净 其实黄瓜也是打农药的 准备一瓶清水,往里面放入一勺食盐 一勺小苏打 用手搅拌,化开食盐和小苏打 再把黄瓜放进来,简单的清洗一遍 食盐有杀菌消毒的作用 小苏打能够分解农药残留 我们像这样简单的给它清洗一遍后 让它在水中浸泡10分钟 准备两个洗净的小米椒,给它去地 然后切成米椒圈 切好后收入碗中 大蒜准备多一些,把它拍碎 然后剁成蒜末 剁好后收入碗中 准备一颗小葱,再切成葱花 切好后收入碗中 往碗中再加入一勺白芝麻 锅中烧油 把油烧至冒清烟的时候 倒入碗中 激发出食材的香味 用筷子搅拌均匀 搅匀后往里面加入一勺生抽 三勺香醋 用筷子搅拌均匀 接下来炒锅中 再加入少许的食用油 倒入半碗花生米 小火翻炒 把花生炒香炒熟 炒至锅中 有花生爆裂的小生 闻到花生的香味 收火 然后把花生盛入盘中 晾凉备用 黄瓜这会儿也浸泡好了 然后给它清洗干净 再用流动的清水 把它冲洗干净 洗净后控水捞出 放在案板上 再把它去头去尾 装到保鲜袋里 用擀面杖敲碎 不用保鲜袋装上拿 我们敲的时候 黄瓜会到处乱崩 敲碎的黄瓜更方便入味 也不要敲得太碎了 敲散开 像这个样子就可以了 把黄瓜取出来 斜刀把它切成块 全部切好后收入盆中 往里面加入一勺食盐 再加入一勺白糖 用筷子把它搅拌均匀 加入食盐呢 一是能给黄瓜入一下底味 再一个是能够杀出黄瓜里面多余的水分 加入白糖 黄瓜吃起来更加的清脆爽口 也可以用颠盆的方法把它颠均匀 拌匀后放在一旁腌五分钟 五分钟后黄瓜已经腌出水了 凉拌黄瓜呢 不要腌制的时间太长 然后把它装入沙袋中 用力的挤出多余的水分 挤好后装入盆中 再把放凉的花生米加进来 调好的料汁也加进来 再放上香菜 用筷子搅拌均匀 搅拌均匀 我们的凉拌黄瓜就做好了 然后把它装入盘中 就可以美美的享用了 这样拌的黄瓜 清脆爽口 做法简单 天气越来越热了 装上来上一盘凉拌黄瓜 清凉又解腻 如果你喜欢就收藏起来试试吧 喜欢我的视频 记得点赞 关注 转发 点我头像可以看到更多美食视频 我每天都会发布必要的视频 我们下期视频再见